周爸爸 你个狐狸精 我女儿的婚事 就被你给搅和了 早知道这样 当初却应该把你掐死 你不能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的女儿 你会不会太过分的你 红衣可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再说了 抢我女儿的男朋友 搞得我女儿的婚礼 都办不成 不能打吧 当着亲生母亲的面 你就敢对她这么不客气 那我们家红衣从小到大 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替她教训你 你打你 妈 妈 妈 算了 大妈也是养育过我的 算了 看看 看看 你就是个白眼狼 这以前妈呀妈呀 叫得多亲切 转眼就变成大妈了 你这个没脸性的应许 我今天就要收拾 收拾你 闹够了没有 好了 婚礼是我交的 有什么事冲我来 以后谁敢碰我妻女一笑 我就对她们不客气 红衣 你们也抚养了那么多年 以后 我自然会给你们经济补偿 从今以后 红衣跟你们家 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请你不要再用以前那副髓链 来对待我女儿 玉天 对不住 对不住啊 都是我家教不言 你都包含 婚礼的事 没事 从今以后 咱们谁也别提这件事了 谁说没事的 好端端的婚礼 都被你给搅活了 侯英 我告诉你 就算你现在姓了白 成了千金大小姐 你要是再缠着仲林歌的话 我绝对跟你没完 你给我闭嘴 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名字 今天 是我白家办丧事 刚刚才送走了一对狗男女 你们现在又来听乱是吧 大军 总康 玉天兄 我们可是前来吊宴的 不需要了 你们请回吧 你们不要再闹了 老董事长也不愿意再见到你们 你们还是回去吧 走吧 你们给我等着 告诉你我没完 玉玲 妈 你没事吧 走开了 妈 快走 妈 没事吧 疼死了 这就什么事啊 我都说了不来吧 救你非要来 这下好了 看看被人赶出来了吧 这白云天还不知道给多少山羊费 本身我跟你讲啊 少了可不行 这红莹这几年竟给我添毒 每个几十万我可不一 妈 红莹本来就跟我们不是一家人 你看看她那个亲妈 长得跟巴黎圣母院的卡西摩都似的 你放心吧 这口气我绝对帮你出 嗯 还是我亲生女儿好 疼死了 疼死了 你们先回家 我去停车去 嗯 谁啊 嘘 总经理打来的 喂 总经理你好 是是是 好好好 我马上回公司 好的 一会儿见啊 什么事啊 你们总经理亲自打电话给你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啊 他让我马上到公司去一趟 这样吧 你们先回家吧 我马上去公司 好不好吧 走 这家人呢 就等于是第二次投胎 你可要看好了再加 别像你妈我似的啊 撞黑巴 你看看 到现在还是小支援一个 妈啊 都什么年代了 能跟我们现在比吗 走吧 你干了这么久 难道不知道白狐企业的合同 对我们公司重要性吗 不会吧 那就白狐了 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白玉天一上班 就跟我们同志拒绝续缘合同 你说话呀 对不起 总经理 对不起 总经理 怎么办 这还有一大家子是要养啊 对不起 这个啊 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干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你被公司开了 爸 你都做什么了 你在公司干了那么长时间 他们凭什么开你啊 我做什么 还不是因为今天 你们在白家这么一闹 雨天直接把他们公司的订单 给撤了 白狐公司的订单 占我们公司订单的六成呢 那总经理能不让我走人吗 明明是他们叫获了运会的婚礼 我们去找他们理论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还有理了 这都说死者为大 人家在办丧事呢 你们可倒好 这同闹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 也是我们理亏 这 你丢了工作 还帮人家说话 怪不得你这辈子总被人欺负呢 要不是你们在白家犯魂 我能有今天吗 艾住本身 你这是在怪我吧 不是啊 老婆你不是也说过吗 今非昔比了 这仲灵不姓白了 可你别忘了 红鹰她也不姓周了 还敢撵那个老虎须子 搞了半天 你在这拐弯抹角地骂我笨是吧 周本身 你自己丢了工作 还回来怪老婆 你可真有出息啊你 我这不是在跟你讲道理吗 讲什么道理啊 喂 喂 玉慧 你不说话我要挂了 白红衣 你别以为你当了公主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甭想 如果你打电话来是为了骂人 那我不奉陪 爸的工作丢了 什么 爸的工作丢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有了亲爸就忘了养父 今天你挨了妈一顿骂 回去就让你爸 把四海企业订单给抽了 真做得出来啊你 我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啊 大千金 少庄了 亏我爸平时那么护着你 你却这么报答他 人家都五十几岁的人了 现在下了岗 我们没你这种身家 还得记得头破血流地去找工作 这让你开心了 玉慧 我真的不知道 你替我跟爸说一声 我会尽快找董事长谈的 去找你爸怎么对付我们吗 少来 不必了 我警告你 白红衣 你会有报应的 这不是警告 这是预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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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 我 我 我 宝贝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红颜 有事吗 来 坐坐坐 红颜 找我什么事啊 爸 你是不是抽掉了四海企业的订单 周爸爸因为这件事被开除了 爸 你能不能高抬贵手 恢复四海企业的订单啊 爸爸刚刚接任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公司的董事 股东 还有其他员工都在盯着我 他们在看这个新的董事长 究竟有没有能力和魄力 来领导他们 今天啊 周白身妻女这么一闹 如果我没有一点表示的话 这样对我 对公司都是不利的 我们那么大一个企业 如果一个领导失去微信的话 这样肯定会造成混乱 况且现在 徐永泰还在后面虎视眈眈的 可是 周爸爸一直都对我很好 又对我有养育之恩 这么做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呀 今天人那么多 我也没再问 那个打你的杨母 平常就这样对你吗 你妈跟我提过 一些关于你在周家的事情 我知道以后很不知滋味 我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呢 他们居然还上门来 在我们白家撒业 如果我不给他们点教训的话 你让我怎么说得过去啊 爸 不管多少委屈我都熬过来了 再说我们现在一家团聚 我真的不想怨他们 红颜啊 你别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爸爸 这二十多年来 也对你不闻不问 让你受了很多苦 很多罪 也受了很多委屈啊 爸爸心里 真是过意不去 不过你放心 白身对你有恩 我以后 一定会想办法 给他补偿的 爸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明天呢 我们还有一场硬仗 白狐要有新的气象 很多地方都要靠你吧 红颜啊 爸爸希望 你能把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工作上面 你明白吗 好了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睡吧 去年词 好了